倒兩杯出來喝 簡簡單的 還有這些 其實可以放涼去入瓶 給小朋友上班、上學 都可以 這個羅漢港煲是甜的 雞骨草浸一個小時 水是這樣的 浸幾分鐘就不會有這樣的效果 但你說會不會浸完的味道 是不會的 沙泥不出 沙泥不出 可能裡面有些不脂 尤其是雞骨草 所以基本上要浸一個小時 我們首先倒了這些 你看很髒 還有一個方法 洗雞骨草 不是你說洗幾百次 這樣不行的 你洗二十次都是髒的 要剪開來洗 洗了第一次之後 就要剪開 拿不夠錢 因為它始終這些是捲住的 你不要說洗完之後 發覺都洗都那麼黑 這樣不行的 所以我們要慢慢剪開 很多隻的 有些還要粗心一點 其實越粗就越好 雞骨草的功效 雞骨草不乾 能減輕肝臟所受的傷害 主治黃毯型的肝炎 小便刺痛 胃管痛 風濕骨折的疼痛 鐵打乳傷的腫痛 乳翁同時具有清熱利濕 散於止痛的功能 窄 prejudice 嘩媽媽媽 咪媽媽 你看看 雞骨草 OK的 中等 有些很細小 它的操作不好 一定要買一些 起碼都粗身一點 用這些 os 薄刀乾 不買這些 買雞骨草 很簡單的 清乾熱這些 用來煲 用來煲羅生果 簡簡單單 買雜的 不用講那麼多 先聞一下 都香的 好,先買一盒雞屈草 姐姐幫我請 五指無桃 很香 你怎麼煲 煮豬骨 你煲湯 你煲中骨嗎? 我煲涼水,煲農骨 我規格做,多少錢? 是否這樣為止漂亮? 是吧,這些都漂亮的 你這樣說完,哎呀,阿澤 哈哈 哈哈哈哈 想知道在你身上就漂亮 不是,在我身上 是那些很漂亮,是26元 好,謝謝 這塊26元 現在是40元 先來買一鍋 用來煲羅漢果,簡單簡單 OK 先買羅漢果 這些是4元 嘩,這些 8元 哇 這麼大 有分別 哈哈 先買一個大的 OK 買一個 羅漢果 8元 雞 我是月廚月好,大家好 剛剛又見到街市買了這個 雞骨草 雞骨草其實很去乾火 在片頭都說了它的好處 來不中要煲一下這些 因為現在吃了這些菜 都很雜 雞骨草有些很粗 這些都不屬於的 其實這些都是屬於肉身的 但有些更加離譜 這麼細窄的都叫做雞骨草 那些沒什麼力 起碼都要買一些,差不多要煲 雞骨草很多人都要來煲湯 但是我當作涼水 就買個來漢果下去煲 剛才又見到 喂,4元就洗一皮 8元 哇,多厲害 整隻手掌這麼大 買個甜點下去 煲雞骨草 好簡單 但是雞骨草 很硬的 要浸水 浸去一個多小時浸透 浸到泥沙出來 其實你看一下 喂 拍個近鏡給你看 那些泥沙 哇,多髒 你不要打算洗一洗就乾淨 浸它一個多小時 好了,浸一下它 洗 不會這樣浸透 你不用指望 好了,浸它一個小時之後 再跟大家說 這就是普通家庭 當作涼水飲 做個羅漢果 其實羅漢果 我很多時候都有煲羅漢果 羅漢果煲菊花 當作涼水飲就可以了 很簡單 這次我就是煲羅漢果 其實你可以放很多材料 但是你也知道 我煲什麼都是很單一的 譬如這些土腐菱 我只是單一煲土腐菱 我都免得 聽他們說 即是 生草藥 阿姨都教 喂,加些什麼 你加些什麼 他買的就是這樣說 其實我就單一用它的作用 但是雞骨草 你單一種味道就不可以 要是你放幾個蜜棗 那我就煲羅漢果 羅漢果 我這個這麼大的 可以煲很多 而且煲這些 你知道嗎 這些都叫做 涼水 我曾經都說過給大家聽 你千萬不要煲 涼水變老火 反過來就沒有益處 所以就不用煲這麼久 有些朋友 煲這些 可以這麼說 煲四個字就可以了 但是雞骨草就不行 坦白告訴你 它都要出味 大約煲九個字 要焗一下 要看清楚 但是不要過火 過火的作用剛剛相反 好了 條條都煎得這麼短 這樣待會煲好容易 哇 你看 沙泥不浸一個小時 浸幾分鐘 就不會有這些出現 很髒的 現在有些沖洗 看這種的樣子 養樣 現在沙泥要出 這樣浸一個小時 就乾淨得多了 這樣養樣 先拿一點 拿出來 要再洗 你看多多髒 哎呀 你不切 你不 即是你不 剪開 你真是髒得不得了 你看看 再洗 好了 第二轉又是這樣 又拿上來了 哎呀 喂 看看 第二轉的水 就沒有第一轉那麼誇張 再要洗 還不行 因為如果 洗得乾淨 煮出來 是不會有沙 沒有泥的 還有那一口雞骨草 你加了羅漢果 就更加鮮甜 蜜棗就沒有那麼香 我都建議加羅漢果 有些人用金羅漢果 可以的 但是比較清 我喜歡甜一點 就用羅漢果 還要買一個大的 再洗 洗多一轉都可以 第三吋了 一樣是這樣 究竟洗多久呢 其實你看看 水有多清就知道 拿出來 這次的水已經清潔了 看到嗎 所以一定要浸一小時 浸兩小時也不要緊 不會沒有味道 OK 你看到水是清潔的 和第一轉那些 像泥水一樣 糟糕 你不剪開它 就肯定喝泥 OK 倒下去就可以煮 好 拿過來 真的洗過很乾淨 三轉水而已 你看到很乾淨 底部沒有沙的 OK 哇 這兩支很厲害 千萬 越粗就越好 那就下水了 你千萬記住 煮這些 要浸過面煮的 所以我買這麼多 就OK 當然這就不下 因為你浸過面 那就煮不到 好了 先把羅漢果 先把羅漢果 洗一下就可以了 羅漢果 這個是過濾過的水 這些羅漢果越大越好 很多朋友都用很多藥材 配進去就不用了 拔開它 就已經出味了 OK 簡單 簡單容易 那就搞定了 這個呢 非常之好 其實呢 雞骨草還可以明目 即是和霞灰草 都有它的功效 又可以有少少 叫做什麼 殺菌 感冒都可以喝的 但是呢 坦白說 這一類的涼水 你不要天天煮 即是耐不中煮一下 這個 耐不中煮一下 火炭毛棉根層 耐不中要煮一下 夏灰草 即是耐不中要煮菊花茶 耐不中要煮粥蔗水 這樣去平衡才行 即是每一件事 你整天都做的那件事 就不可以的 好 下好水再跟大家說 煮這些一定要過水的 你煮多一點也不要緊 即是淡一點味 但有這麼大的羅漢果 你只煮羅漢果也夠味 那這些呢 首先要開大火 開大火 煮沸了先 這麼大鍋 我大約用了六星半水 這個八星鍋 現在煮沸了 現在其實是聞到雞骨草的味 聞到羅漢果的味 這麼大火就不用了 很快就煮乾了 然後把它收回 這個火 對 再看看 頂部 要有起泡的感覺 這樣才能煮到東西 這樣煮到九個字 其實煮九個字夠了 有些人煮四個字 不要緊 這些水一定要浸過雞骨草 這樣就煮九個字之後 就關火 焗它一個小時 甚至焗它一天都可以 一晚都可以 沒有所謂 然後一個小時之後 再跟大家說 真的焗了一個小時 嘩 OK 好香 所以煮九個字就好了 千萬不要變成老火 但是焗呢 焗一個小時以上 甚至焗久一點都可以 焗一晚都可以 你不用怕它會縮 不會的 放冷也要一晚 坦白說 我很多時候煮這些 涼水 比如羅漢果 煮幾個 魚腥草 農利葉 這一類的 我煮很多 你看看我的涼茶播放清單 就可以看完 這些 煮四星水 你不要浪費它 這裡有十兩 十二兩的雞骨草 要煮多一點 現在我很多時候 會放在冰箱 這個養生壺 我也是這樣用的 可以倒少少下去 你不用怕它會熱 哇 正 這個灘灘之後 我就整個放進冰箱 是不是很企業呢 現在可以倒兩杯 現在先喝一下 先倒兩杯 先放一點 倒兩杯 簡單 先倒兩杯 我很懶的 我都免得麻煩 倒兩杯出來喝 簡單 很棒 還有這些 其實呢 可以 攤冷去 入瓶 給小朋友上班 上學 都可以的 這個羅漢港煲 是甜的 你不要以為 一些味道很難喝 很好喝的 雞骨草 但是呢 要記住 既然煲這些涼水 不要 天天都煲 都是同一類的 有時候煲菊花 有時候煲魚腥草 有時候煲農利葉 有時候煲蘋果 那些 這樣去煲 涼水不是說 一整天 好喝 整天煲又不對 這次和大家分享的 雞骨草 非常有益 大家都看到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 這次和大家的分享 雞骨草 煲羅漢港 希望大家都喜歡 多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蒸了六分鐘 焗了六分鐘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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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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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焦糖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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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塊 嘩 整塊焦糖 嘩 嘩